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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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耶!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Small Evidence1加小燕的實況 今天非常不一樣 做IT上到底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啦! 好的!我們今天收到一個非常大的保護 好大! 這個外包裝也太有質感了吧! 黑色的耶! 是鍵盤耶!鍵盤! 我最近就是想要換鍵盤 所以鐵修羅特別贊助 克力伯劍RGB光軸機械鍵盤 我覺得它的盒子做得很有質感耶!你們看! 是因為反光是對看才更有質感嗎? 好啦!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是光軸感應 什麼叫光軸呢? 光軸就是呢 它不是算是一般的那種 機械式鍵盤的傳統感應方式 重點呢 它是防潑水 什麼叫防潑水呢? 一般的鍵盤最怕就是吃泡麵 或者喝水 哎呀! 然後就滴進去了 水就會流在裡面 鍵盤可能就壞掉之類 但是呢其實它非常非常 它非常貼心的是 它後面有做 像這些小洞洞啊 下面這些小洞洞 它是出水孔耶 它有做四個出水孔耶 就等於說怕你水真的潑進去了 它水可以從那個出水孔流出來 但是重點是呢 你就像潑到水 你還是要放一段時間 等它水流乾了 裡面乾了才可以做實用 然後它才不會壞掉 但是我覺得它光是防潑水 跟做出水孔 就已經非常的貼心 對很喜歡在鍵盤旁邊吃的東西 喝東西我來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功能 好不好 我真的很怕哪一天我鍵盤潑水就壞掉了 它還有一個功能 熱插拔 那什麼是熱插拔呢 熱插拔呢就是 即使你在電源未關機 就是在運作的狀況下 你就算拔掉 或是插入這個鍵盤的時候 它也不會導致於就是說 電腦硬體本身 周圍商品本身 產生一種受水的方式 然後我發現它裡面有一些東西 讓你在 拔你的鍵盤的那個按鍵的時候 的工具 酷 我還沒有這樣拔過耶 這樣你砍好像大叔 這個非常好用 就是你把它壓下去 卡住之後呢 再把它 拔出來 你看 非常非常的簡單 以前拔鍵盤不是都要很難拔嗎 但是因為我覺得它又有這個專業的工具 所以讓你在拔鍵盤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好使用 如果說你的鍵壞掉的話 它也有附小按鍵可以讓你更換這樣 你看裝上去也是按下 然後它就裝好了 非常的簡易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 來設定一下 它的所謂的閃亮亮模式吧 喔!開始了開始了喔 你看 這邊已經開始發亮了 它這邊是 啟動靜態光錄製 喔!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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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耶 我們的閃光鍵盤 被我錄製的好醜 呵呵 我剛剛錄製失敗 然後你看 它現在閃爍的超級慢 又又又又變快變快 我剛剛到底在幹什麼 我剛剛到底幹了什麼 我覺得我錄製鍵盤 錄製的好醜喔 怎麼會這麼醜啊 呵呵呵 我來看一下我們錄製的吧 有沒有看到 哇! 我覺得我這個錄製還不錯 不然按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效果 堆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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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職業是可以幫你調整的光鍵盤 那他們幫我製造一個配色曇才不是 好的 今天的光鍵盤就先介紹到這邊 你不是光鍵盤有多花名叫光鍵盤 謝謝鐵修我戰術 這麽漂亮的鍵盤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麻煩幫我按下訂閱 還有旁邊那個小鈴鐺 還有喜歡或是分享出去都可以唷 那如果你對這款鍵盤非常新鮮的話 歡迎到網路上搜尋給修羅 克力國劍RGB機械光手鍵盤 好啦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唷 大家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